本视频由蔚来车原创制作 如今国产车的发展是如火如荼 不仅产品质量受到消费者的认可 而且口碑也是越来越好 蔚来也是呈现出一片大好趋势 但是国产车中不乏有销量惨淡的 比如深宝D80三年仅销售了8辆 与其他国产车品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实际上这款车型的外观还算美观 福特的进气格价造型让人一眼就能记住 简约而大气 除此之外它的内饰设计同样也比较高端 内饰采用黑白相间的设计 简约不是格调 同时也凸显出了车内的商务气息 除此之外中共台处还配备了大尺寸液氢操控品 彰显出满满的客气感 整体看来这款车型设计上还比较令人满意 不过不得不说的是 这是一款轿车车型 在现如今这个SUV盛行的时代 轿车的地位确实相对于以前下降了不少 当然这也是这款车型销量表现不好的原因之一 不过尽管价格一降再降 销量仍然不见好转 但至于为何升保第80到了三年 仅销售出发量这种地步 也是很令人费解 有不少网友调侃 山保第80这种稀有程度 简直可以拿来收藏 不过对于这厂商来说 这种销量未免太过心酸